我的主持餘又不是好啊 想你一口小啦 孫子 你有什麼主持啦 工廟有工廟欠喔 不管什麼餘啊 什麼存貨 本來公司也會賭他 你真是在口聲 原本個性溫和的尤安順 遇到長期不合理壓榨員工的工地主任 再也忍不住瞬間爆發 一連台語標罵 超療癒 好啦 趁個雞屍 你怎麼都在哪裡來 關於什麼事啊 沒有啦 就拉他沒來這裡 他說你買那種沒給他 他現在會買那些工人拿沒工錢 他都會找不到呢 人家在拖餘沒做事 當然領沒錢了 想像賺錢也很古老工啊 幾天我現在就給他 什麼阿翔 我的主持餘還要是給我呢 算你一口小啦 孫子 你有什麼孫子啦 工廟有工地欠喔 不管什麼餘啊 什麼存貨 不要公司也會賭他 你真是在口聲 騎我這裡三隻人喔 你像什麼一丟兩丟丟 有看當中就沒看他 大家解苦人嘛 你不要過我過 大家都不要過 你不是 都說你跟我拖廚 你不要 工地欠的事情 所有人都不知道 你靠我的東西 你就知道他有這個人 我告訴你 做人不知道就這樣 我自己跟我老婆拆了 看我沒有 你當社會國師頭的時候 還沒見過 現在沒有兩間人在台北 不好意思啦 我也有我的誇張 你讓你的地圈啊 除了游安順之外 李明順劇中老婆 標罵老公橋段 也是讓人印象超深刻 阿姬 阿姬 阿姬喔 嘘 來 來 大客咧 什麼啦 大客啦 你不要在這裡做小的啦 拿到哪裡拿出來 小聲啦 這裡都在做工具 你還會聽人聽嗎 你有那個大宗就不用怕人知道 拿到哪裡 沒有在我這裡 沒有在你這裡是在哪裡 阿姬 阿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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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啊 你怎麼會把我拆掉了嗎 你不要問啦 跟阿姬沒關係啦 跟阿姬沒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誰會有關係啊 你不要問啦 我會想辦法啦 你到底是把我拆掉到哪裡去 除了台北一家 四十歲從哪裡來的 那是你去拔村的對不對 唉唷 我什麼時候跑去拔村啦 我不會跑去拔村 我不會去拔村 我不會去拔村到阿姬開店 你不是不知道 你這樣喔 跟拔村有什麼不一樣 你拔村有什麼不一樣 你拔村有高伺齊 我們拔村 太拔村了啦 太拔村了啦 你喔 太拔村了啦 你喔 太拔村了啦 你台北一家是拿到哪裡去啦 你也有夠拆村了耶 那一家 以後是要幫你們家的公圍呢 你剛才拿去拔村了 你想要做人後面啦 你不要吵 我會想辦法 想辦法 想辦法 你哪一家有想辦法出來啊 我問你啊 我剛才把你老爸拔村了 我也要把你拔村啦 我把你拔村了啦 我什麼事都在說啦 那家裡喔 我沒辦法回去啦